在江苏 数万人一起给他过节 在京城一条街为他通宵掌灯 小龙虾诱惑着整个夏季 养得比较脏的神秘兵 而神秘传言 又如影相随 小龙虾究竟脏不脏 记者千里追踪 真相让人大跌眼镜 小龙虾究竟该怎么吃 大厨现场出招 超强手段 超级美味 时尚大转盘 小龙虾美味背后的秘密 正在播出 小龙虾送到您家 吃一块喝一酒 你美好日子天天有 来来小龙虾麻辣饼花花 来 里边请来给你找个位子 吃饭看人气表人多的地方 杜云还吃呢 今天开始了 坏了 几点了 几点了 来不及了 再先走 来 那个什么 把我把单买了 来不及了 再见 小匹要三百六 吃这么多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来晚了 欢迎 欢迎 你也扮上了 迟到了 迟到了 欢迎大家来到 时尚大转盘 虾精 对不对 什么虾精 可爱的小龙虾 这么可爱的你见过吗 你别说咱们俩现在这个半价 我现在 你干嘛呀你 我一闻 你这身上都一股麻小味 我跟你说 你鼻子够好使的 你干嘛去了这是 我这不是打探军情 看市场行情去了吗 你知道我们现在回街 麻小怎么卖吗 怎么卖 你需要十几块钱了 那么贵 但是我跟你说 这麻小你现在还敢吃呢 那怎么 还真不是价钱的问题 我跟你说 很多人讲说这个小龙虾 那都是在污水里面养大的 但这不是我说的 那可是网上说的 好像还挺靠谱的 光北京一条鬼街 一天马小能卖出去十吨 你上哪找那么多臭水沟去 你这个理由 我觉得还不能说服我 我还是不放心 这个麻辣小龙虾 特别是我们说说的小龙虾 到底能不能吃 火红的颜色 火辣的味道 也燃了夜晚 一方面 人们尽情享受着小龙虾的美味 而另一方面 关于小龙虾的负面传闻 也从未停止过 我们那边老家 就是说它有点不干净 它们在英国里生活 环境很脏的那种 人家说小龙虾里面有寄生虫 它那个吸睛比较多 养得比较脏的水里面 毛头纷纷指向了小龙虾 无脏补欢的问题上 更有甚者说 有人把肺吃出了洞 吃小龙虾吃到吐血 这谁还敢再吃 现在我身后就是 位于江苏须移的东方市场 小龙虾到底脏不脏 为了寻找答案 我们先去水产市场 一探究竟 都是野生的吗 是啊 都是野生的吗 都是野生的吗 对啊 野生的吗 河里面啊 河里面啊 就是全野生的 然后去捞的 对对对 这个野生有这么干净吗 有点清水地方 有点是草地的 草地就脏一点 草地的脏 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小龙虾到脏不脏 而野生小龙虾生活条件无法保障 最容易受污染 可为什么有些商户说 自己的小龙虾是野生的呢 难道他们卖的真的是野生小龙虾吗 龙虾怎么卖 这个13块 那边16块 这是野生那种养殖的 养殖的 野生的 看野生在什么地方 基本上野生都很脏 野生的脏 对对 野生脏 基本上是乌兴妈黑的 里面塞都是黑的 不可以吃的 你这个是当地养殖的 那种野生的 基本上都是养殖的 现在野生的哪里有这么多 我都实话实说 人家跟你说是野生的 不可能的嘛 那野生他跟我说是野生才26 这养殖的 不可能的 我说我这个养殖也是野生的 你信不我 你说哪里有 秦龙之地这么多烧龙虾的 哪里这么多野生的去 就实话 我说的都实话 不过你家一天 还多少 一两天一万 一两千斤的一天 对啊 现在哪里 以前用那个青蛙蹄 随便在哪个小河里面 都能钓到龙虾 现在是哪里钓 没有 据统计 全国小龙虾年产量 不能满足 越来越火爆的市场 导致小龙虾的价格 年年攀升 就拿北京 鬼街来说 小龙虾的价格 已经达到了十几元一只了 如此庞大的需求量 野生小龙虾 是根本无法满足的 但有人又说了 听说小龙虾这个物种啊 天性就喜欢污水和腐肉 水越脏 斩子越肥 它就是臭水沟的 行脏肤 真的是这样吗 小龙虾到底喜欢清水 还是污水 鲜肉 还是鲜肉呢 为此 我们专程找到了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 庞城副教授 他将带领我们亲眼见证 小龙虾到底脏不脏 所以我们把这个水移工 放上水以后 这边呢 是污水区 这边呢 就是清水区 就是把污水和清水 两个区域 让龙虾自己去选 看他喜欢什么样的 人工制造的配置 这个污水呢 是以氨浓度来这个确定的 把高浓度的硫化氨 配置成这个五类的 六五类的污水 然后对照组呢 就是用普通的自来水 然后把这两个区域 分开以后 龙虾在走进来以后 他要选择 所以我们用的是 我们的这个水移工 让龙虾进行了 这个选择实验 首先将小龙虾 放进出发的位置 好了 出来了 出来了 我就退出 由他自己去自由选 他会选择哪一边呢 前方就是清水区 和散发着臭味的污水区 小龙虾会怎么选呢 他停了下来 在迷宫中不断地摆动着触角 咦 怎么有两条路呢 选哪一条好呢 面临选择的小龙虾 会教给我们一个 怎样的答案呢 最终 小龙虾选择了清水区 重新放入活泼好动的小龙虾 捣饱以后啊 可以看到 同样选择了清水 关于小龙虾喜欢臭水沟的谣言 也不攻自破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小龙虾到底喜不喜欢吃死肉呢 这是一块新鲜的猪肉 这是一块有味道的腐败的猪肉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一个实验 看小龙虾到底喜欢吃新鲜的还是腐败的 重新挑选了一匹小龙虾 出发了 在出发前先将小龙虾喂饱 以免它们急不择食 接下来就来看看它们的选择吧 小龙虾到底会是选择健康新鲜的食物呢 还是真的喜欢腐败乏臭的食物呢 小龙虾不停地摆动着触角 是在判断周围的环境 一边是鲜肉的味道 一边是腐肉的臭味 它更喜欢哪一个呢 实验结果是5比2的比例 大多数小龙虾选择了健康新鲜的肉 通过实验可以证明 小龙虾更喜欢清水和新鲜的食物 现在你们别老说人家 喜欢脏脏的水和臭臭的肉了 东东 现在放心了吧 人家小龙虾可是干净的 我跟你说电视机前的观众 今天我们节目要送出我们的大奖了 赶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小龙虾送到您家 我跟你说杜云 别看你今天跟着几乎这些的小龙虾 穿个情侣装 谁怕谁 快手逼近 现在开始 吃小龙虾 要的就是麻辣鲜香 想知道在家怎么能做出正宗麻辣小龙虾的味儿吗 炒底料是最重要的一步 杜云一道正宗麻辣小龙虾 东东的爆炒龙虾球 学会了这两道菜 您的厨艺就无敌了 这个是我的 这个虾球 你真不客气 那我拿这个 给大家做一道爆炒虾球 看我们的小龙虾还是活不乱跳的 你那个整虾我跟你说特别难处理 其实在家吃到地道的麻辣小龙虾也非常的简单 您只要目不转睛的看着我接下来的步骤 就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做菜讲究热锅凉油 好 现在可以下入菜籽油了 下油 让它炸香 对 我们倒进来半瓶啤酒 倒啤酒啊 它会更香 不用水吗 去腥气 不用水 直接倒进去 这倒没听说过 啤酒倒进去 已经闻到酒味了 对 直接放进去可以了 直接倒进去 下锅以后 一定要煮不低于十分钟 先让它煮 先用中火 翻滚了 我们炒料下去 我们先下这个 是腊油是吗 腊油 炒一炒 让它均匀地 动物在每一个虾上可以 然后这个下一半 下一半可以了 这是麻辣的腔料 你尝一下这口味怎么样 尝尝 刚刚好 自己都被自己厚着了 麻辣鲜香 这个活虾进锅煮完了以后 每一个虾的肢体 很紧 是很卷曲的 卷曲的很紧 鲜活度就更好 那你说我们平时在吃这种 就现成做好的菜的时候 就看它那个吃不特别卷 对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方法 对 很深的 那一定是死纳进来的 咱们料酒 来 然后我来给它按摩一下 那我 陈希我同时 我去做这个锅 好来 稍微加一点点的底油 可以油 可以可以 好 再放点豆豉 好 其实啊 这就是我们的 非常重要的秘方 就是做我们爆炒虾球的 这个辣椒酱 这可是我们的陈希大厨 特意给大家调制 咱们把这个底料先熬香 好 对 其实现在的味道就也不错 葱姜 冬段 蒜瓣 姜可以多来一点 好 来 姜片 姜片 对 咱们把它煸香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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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尝 哎呀 我真的是 你要不说我这意义是普通片 好吃就行吗 你管吃就行 你们给我配的那个姜啊 味太大了 我只能切成这样 放一点花椒 花椒少许 好 我呢 这个时候开大一点 好 刚刚洗过的虾球 蒜片吧 蒜片 翻炒 好嘞 薄一点 镀匀的 你看看 你们刚刚还保证一人一支 怎么了 我们这一人十支 我们保证一人一亲 你看 翻炒两下 然后呢 放啤酒加啤酒啦 你们也放啤酒啊 是的 这个啤酒很关键 全世界炒小龙虾 我学的 通方啤酒 谁说呢 是 来 要不咱换二胡同吧 你几胡 小龙虾下锅烧制的过程中 两位主持人 两绝活了 怎么避免买到死龙虾尾 怎么快速去虾线 别走开 接着往下看 左边的这三个 是活剥的虾球 那么右边这三个 是死了估计有两个小时左右的 那么是死的龙虾剥出来的虾球 他们死的时辰你都能算出来 差不多 一个是蜷缩起来的 卷曲起来的 一个是像我这样 来来来 平躺着直了的 对 从色泽上看 观感很不好 整个的肉捏软塌塌的 虾尾的这个部分 你看它其实弹起来的速度 对 已经没有水分了 已经脱水了 这个是 往这一放 观众朋友 您记住了吗 同学们注意了 刚才刘逗逗同学 没有去虾线 吃虾必须去虾线 我现在教大家一个方法 你看这其实这个虾很难办 又硬 壳又硬 然后又不知道 这个虾线在什么地方 其实一张是可以这样 先把头拧掉 然后身上给它稍微捏一捏 是吧 对 然后抓住后面 这个尾巴中间的这个部位 对 然后 一拉就出来了 一拉 我们看看能不能成功 来 看看 对 对 这个虾线就出来了 就是这个东西了 对 就这个东西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去掉 大家记住 只要找准这个部位 一秒钟就能去掉虾线了 本栏目由签盒酱油 冠名播出 好 好 好好好 咱们这加紧加紧节奏 刚刚您说的这个翻的这个动作 我是 我是 你还不懂 来来来 你来 对 快快快 这个麻辣小龙虾出锅了 你看 这样这个虾球都可以均匀地蘸到这个味道 来来来 太多饮了 来 一个个晶莹剔透 像笑月在这个盘子当中一 这颜色很棒啊 好 OK 好 好 麻辣小龙虾 小龙虾 不好吃不要咸的 好咯 爆炒虾球 来咯 好 上车咯 上车咯 上车 我的可以上车 你快来吧 上车 上车 你人一致啊 来来来 谁在将我的手呢 这小龙虾啊 我们北京人都特别爱吃 但是最近有关这小龙虾的蠢蠢蠢特别多 你吃的呢 心里边也有点不放心 那你怎么样才能更放心 你告诉我 你带我们去看看 这小龙虾是怎么生长的 没问题 过一会儿你投我的票 我立马带你去虚仪好好看看 对 好不好 一会儿你投我的票 我带你到虚仪去吃 冻冻的爆炒龙虾为 杜云的麻辣小龙虾 一个很入味 一个吃的很过瘾 究竟哪个更受欢迎呢 我就是龙虾女王 你是虾君了 你的成精了你 咱们去虚仪啊 万人吃龙虾看过没 那就要一个过瘾 真的啊 咱们去那儿 好好看一看 时尚猎人 现在出发 风靡全国 火红的小龙虾 也有自己的节日 在美丽的江苏虚仪 有一个龙虾广场 这里一厢上演一场 气势空前的美食盛宴 现场提高40分小龙虾 来自全国的三万小龙虾民 在这里同时享受 外人龙虾宴 小龙虾 全国的小龙虾民 小龙虾的正宗产地 虚仪龙虾 欢迎你们来到 有滋有味的虚仪 来到虚仪 心旷神仪 真正吸引他们的 当然是好吃的 虚仪小龙虾 虚仪被称为龙虾之都 一个县的小龙虾年产量 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听说这里的小龙虾 居然能品出甜味了 是真的吗 这里的小龙虾 究竟在什么样的 环境里长大 咱们现在就去 一探究竟 我们准备今天 到我们这 深水的堂子里头 捕捞虾 正好是要去抓小龙虾 对对对 这一带是深水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地笼 倒出来 那我能一起去吗 陆伟 当地生态养殖小龙虾的 名人 外号龙虾老王子 他养的虾在当地 可是首屈一指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地笼 这一头 在这 连着那边 八米长的一个地笼 就是这样 清一下 清一下 中间把人家往里头走 还有螃蟹 还有螃蟹 每天下午把地笼放进去 不需要放任何的饵料 第二天早晨 就可以收获小龙虾了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小龙虾天生爱打洞 见到能钻的洞口 就自投罗王进来了 刚刚打捞上来的小龙虾果然是活力十足 小龙虾 好勇斗狠 下面就上演一场小龙虾大战群雄 看这精神头啊 强壮的钳子 威武的气势 丝毫不惧怕的勇气 这么凶狠的小龙虾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鹽味虾 喝奶的娃娃 不怕我的钳子吗 看招 绝地反击 如果用清水 清蒸 清煮的话 它的虾的肉是甜甜的 怎么会有甜的口感呢 哈哈 为什么呢 你看 我们这个龙虾啊 头喂的 吃的东西啊 百分之六十靠水草 龙虾爱吃草 对 龙虾爱吃草 这和传闻中的爱吃斧肉 也太颠覆了吧 原来这就是小龙虾肉质 发甜的秘诀之一 要小龙虾养的好 一定要种水草 水草 水草不仅能够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还能进化水质 那剩下的百分之四十 小龙虾是吃什么呢 大哥您这是干嘛呢 我在调食料 喂龙虾的吗 对对对 玉米 黄豆 麦夫 喂小龙虾提供了优质的蛋白质 等快上市的时候啊 虾农还会多喂一些新鲜的猪肝 小龙虾不仅爱吃 猪肝还能为它脱壳提供所需要的铁元素 可爱的小龙虾从出生到长大 一般脱壳十二次左右 脱壳次数越多 长得就越大 更重要的是 很多人担心的重金属问题 会随着脱掉的壳转移出去 因为小龙虾体内的重金属 大部分聚集在壳上 为了养出高品质的小龙虾 养殖户们还真是够拼的呀 哎哎哎哎哎 别抢我的呀 嗯 真好吃 老陆说 他们的小龙虾之所以好 更重要的原因是水质好 小龙虾生存的水域也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 原来这里养下的水全部来自于铜泽湖 水质优良不含无油生物 这样的水里养出来的小龙虾 肉质怎么会不嫌美呢 大家看真的非常非常清澈 这个就是干净的河水 看非常非常 哇小鱼鸟 就说明这个水有多健康多干净 这就是我精心呵护的宝贝小龙虾 麻辣小龙虾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 其实咱们虚仪啊也有一道第一道美食 十三香小龙虾 王龙泉是当地有名的小龙虾制作大厨 研发出近百种的小龙虾菜肴 可他最擅长的还是咱们正宗虚仪十三香小龙虾 想在家做这道菜吗 接下来就看他怎么做吧 说起十三香 您可别以为就只有十三种调料 其实有三十多种调味料呢 其中草果肉扣那是必不可少的 每片在两毫米厚度左右 这样呢便于把短时间内啊 把生姜的这个姜汁啊和它香味啊 给体验出来 先倒入这个菜籽油 红油豆瓣 进行小火慢炒三姜片 豆瓣酱的时间相当于熬长一点 把它香味啊完全炸出来 炸开把豆瓣全炸开 现在放入青花椒面 进行一起小火熬制 我把三斤龙虾放入一瓶啤酒 倒入饮用水 那白砂糖 使用盐和味精再用 汤料熬好以后啊 下面准备倒入小龙虾 汤的用量呢 几乎跟小龙虾是一个 在一个平面上面 十三调料要均匀的少在锅中 让它这个香味啊 完全可以熬制出来 正宗虚仪十三香小龙虾 您学会了吗 听说啊 今天下大厨 会带来一道看不见龙虾 却能一口爆浆的大菜 简直是太过瘾了 赶紧一起去看看吧 哎呀 这回可过瘾了 是啊 敞开了吃吧 没错 不知道到我们这个环节 两位大厨会给我们 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那咱赶紧抓紧时间 进入下一环节 好吗 巅峰对决 现在开始 要说做川菜啊 好大厨 可是一绝 他今天做的四川传统名菜 拱饱脆皮虾 辣中有酸 酸中带甜 当入口时舌尖微麻 然后就被浓浓的酸 甜 辣 脆 冲击着味蕾 像在家做出经典的公宝味道吗 听说还能做出理直味 走 学下去 好大厨干活喽 这是好大厨已经提前取好的 新鲜的虾肉 来喽 你看啊 这是我提前取好的虾肉 嗯 非常的鲜美 别看小龙虾 个头不大 性情倒是很凶猛 买回家活蹦乱跳的小龙虾 怎么取虾肉呢 好大厨有妙招 教给大家一个清理小龙虾 特别好的方法 好好好 这个很需要的 首先啊 把这危险的两个钳子先给它卸掉 解除武器 简单的清洗 拿个小毛刷刷一下 把它的头固定 尾固定 给它搓个澡 搓个澡 这个虾呢 你看通过这种方法处理 就已经非常的干净了 你看这个虾尾 从它的中间这个部位 咱们掐住它 转动 就刚才说的清理虾线 把这个虾线抽出来 你看看人家这是 对 这个虾线就可以取出来了 然后另外呢 咱们取这个虾肉 直接从它这个头部掀起来 然后转动 很容易的咱们就把这虾尾取掉了 直接用剪刀 从中间这个部位把它抛开 抛开之后 顺着它的这个纹路 掰 手指头从下面 这样一挤 一挤 这样非常完整的 就把虾肉给卸上了 咱们就取到一个完整的龙虾肉 这个虾头咱们不能浪费 一会儿咱们会把它蒸出来 你看这里边有非常肥的这样 哇 这黄好棒 非常肥美的这个虾头 你看这个黄 小龙虾有两个部位不能吃 您知道吗 首先我来告诉大家哪两个部位不能吃 第一 头绝对不能吃 然后是虾线绝对不能吃 虾头 对 小龙虾的头不仅仅是致病菌 还有寄生虫的聚集的地方 而且是毒素和这个重金属聚集的地方 所以我们为了安全起见 头不建议大家去吃 头一定要去掉 一定要去掉 然后是虾线 虾线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消化系统 它是藏污纳垢的地方 有这些排泄的物质 也有重金属 所以这些一定要给它摘除掉 还要提醒大家 就是头里边的那个黄 虾黄非常的美味 对呀 吃它的时候一定要认真 它离得肝脏很近 这些也是污染的重灾缺 只吃那个黄 除此以外 我们选择这些干干净净的龙虾 大家可以放心的享受美味 敞开了是 谢谢林老师 谢谢林老师 下大厨今天要做的是 在国际烹饭大赛上获得金奖的 灌汤龙虾球 酥脆的外表下 隐藏着保留了清新鲜味的虾球 虾球在口中爆开了一刻 汤汁刺激 爆浆的汤汁是怎么灌进去的呢 又是用什么做的呢 本栏目由千盒酱油冠名播出 要准备一些的马蹄 非常的轻火 吃起来又爽口 好 刚才你在这儿跟那个洞洞去比赛的时候 我其实可着急了 你怎么说 我知道每次都特别着急 今天我们应该都是盛装出席 这个虚异龙虾 看我们两个多转眼 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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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红透半边天 马蹄 稍加挑鸡 剁碎 盐会让这个虾肉更加的Q弹 哦 还有这个作用 不仅是调味 对 好 那我们把这个虾肉放上盐以后呢 稍加揉捏 其实在家里边 我们要吃个虾滑什么的 也是这种方法 就是 只是把这个虾砸碎 稍微放一点点的盐 让它上劲 好 那看虾稍微有些上劲 而且比刚才要光亮了很多 对 好像有水出来了 对 光亮 这就是它的蛋白质在吸出了 马蹄 它也能给这个虾肉补充一点 那个鲜甜的那个马蹄汁 没错 慢慢的是摔打 哦 还要摔打一下 让它不断的上劲 只有上劲的话呢 它一会做出来这个虾球啊 它能更加的圆 比刚才要透亮了多 对 平时吃小龙虾 你是怎么包虾肉的 像镀匀这样吗 好 来 来 开始 好 来 一秒 七虾头吧 二 三 四 五 六 你得一点点八呀 七 八 我得这么吃就赔了 九 不是 谁家不能吃啊 十 但是你跟动物一起吃 十一 十二 这倒是 十三 我这都厌肚了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六秒啊 姐姐 十五 咱们今儿来一个三秒钟巧取龙虾肉 别闹 别闹 多长时间 多秒 三秒钟 三秒钟 三秒 当 当 当 您开玩笑呢 当 当 当 最后那个当还没完事呢 已经尽端了 吃货拼的就是速度 下大厨浇淫 三秒钟巧包龙虾肉 这也是三步法 把虾头拧下来 第二步 把虾尾 第一秒 这是第二秒 看着吗 虾线直接出来了 哇 一下线都直接出来了 等等 你现在已经走了两秒了 我看你这些东西怎么一秒钟走完 你看啊 咱们知道这个龙虾呢 它其实是只有头和只有尾 它是连着这个皮的 没错 那我们把这个取根筷子 筷子 对 把这个筷子插到这个龙虾身子里边 来 一秒钟 三 真是 连虾线都吃掉了 对 确实是 你这又吃道具 真是三秒钟 真是三秒钟 投一下一尾 一身子 将这个虾均匀的 这样就一粒一粒的了 对 一粒一粒的 下入汤 油锅当中 如果正确掌握这种炸东西的油方法 以及油温 那这个食材可以保证它没有过多的油脂 就是顺入 你看什么叫 我听明白了 这话是冲着某位姓李的这个专业人士说的 我听说来了 其实我说这话也是替夏的主书 你看 颗粒分明 没错 颜色非常的漂亮 粒粒通通 那这个第一次的这个炸制 这算告一段落 咱们把它捞起来 还要复炸 复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现在可以公布答案了 复炸之后 咱们可以将里面多余的油脂把它排出去 排出去 同时可以让这个食材表皮更加的酥脆 动动这会儿你可以下手去摸一下 它非常的酥脆 确实没问题 想把虾仁炸的酥脆 除了油温啊 还有一个秘诀 我们倒回去看看 好大厨到底做了什么 如果直接拍干粉炸的话 很容易什么呀 它的水分就 烤出去了 这虾肉吃起来就影响口感了 那怎么办 所以今天咱们用一个 比较传统的方法 你看这是我刚才泡好的湿淀粉 湿淀粉你看 已经把这个水分充分的都已经 凝固住了 水分完全吃透了 那这会儿呢 咱们需要把这个水淀粉给它钻碎 看一点水分都没有 那加到咱们这个虾肉里边 那直接放淀粉进去那么抓不可理吗 那样会影响它的口感 它没有水分的话 那淀粉吃起来它会相对来说会比较硬 还需要用到另外一部分 这部分是什么 是生粉 生粉和淀粉 咱们把它混合起来 如果我再问一下生粉是什么 面粉吗 不是 生粉是土豆粉 土豆粉 用这种稀稠适中的淀粉和这个虾 还说你们不麻烦 你们能一粉就两种 你跟我淀粉和生粉有什么关系吗 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粉它起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什么效果 一开始咱们加这个淀粉 是为了给它起一个保护的效果 保护它的水分 那咱们加入生粉之后 目的是让它炸出来之后更加酥脆 作用是不一样的 对 那虾肉呢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 下一步看看这个带有龙虾汤的肉皮豆 这清甜爽滑的肉皮豆可是灌汤龙虾球的关键 你尝吧 其各种鲜味于一身 而且到嘴里你不用嚼 入口即化 真的好鲜啊 想知道它的做法和配料吗 扫描屏幕下封二维码就可以获得了 本栏目由铅和酱油冠名播出 把这个准备好的洞 给它切成丁 其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很多人都会在想 就是经常我们做菜的时候 这个灌汤 这个汤是如何灌出的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汤怎么弄到里面去的 怎么才能做出一咬爆浆的灌汤龙虾球呢 其实很简单 秘诀就在这一小块一小块的肉皮豆里 给你们说 就这个 特别鲜 李老师先尝一下 再动 来来来 放手上了 真的特别好吃 站起来 真好吃 尝尝特别好吃 用原材料来当做调味品 比咱们弄那些好多的其他那些调味品呢 要原汁原味 一点味精都没有 但极其鲜美 快去加油 加油 一会儿选我这一盘咱咋包 这是人家嘴短我跟你说 耶 拉票成功 那咱们下一步呢就开始 挤虾丸 把这个做好的这个 想起那个周星驰食神那个电影里面 撒尿牛丸 不如咱们这个好吃 不如咱们这个 不如咱们这个 这么人性 这么大的丸子 龙虾狮子头 太厉害了 真是这一口啊 相当于吃了 得再大点 再大点 肉肥了 接下来就是灌汤的关键一步 汤到底是怎么灌进虾球的呢 把这个虾肉慢慢的按扁 拿好咱们 这个平度胖的汤 要把它包裹起来吗 对 就像包汤圆一样 慢慢的 慢慢的 把这个汤冻完整的包裹 像宝贝一样给它装到这里面了 那这个出来味道真会太鲜了 下大厨 等于是现在是凉的 所以它是不鲜 我开窍了 等于受热的时候就变成汤汁了 一热 它就变成汤开窍了 灌汤 所以我们灌汤的效果就出来了 来徒弟把它裹匀面包 OK 就让它在里面翻滚吧兄弟 可以 翻滚吧兄弟 好 为了让虾球更加酥脆 外面裹上一层面包碎 假如冰箱里有吃不完的面包 这个办法绝对可以让它 焕发新的光彩 因为这个面包可以丰富口感 一会是那种脆脆弹弹的那种状态 看看老好那边怎么样 鲜下辣椒 那胡辣荔枝烤 要把它炒胡了 要把它炒成土皮色 土皮色 然后下入花椒 想做地道川菜的观众朋友们 一定得认认真真看好 那 葱姜 绝对清点 葱姜蒜 好 葱姜蒜炒出香味之后 要把这个虾汁下锅 土菌该登场了 土菌登场 哇哦 虾汁下锅之后 咱们的密制酱料 迅速的咱们要烹入 茜汁 茜汁一进 你看虾汁的颜色也不一样 这道菜的精华 就浓缩在这碗酱汁里 今天的公保脆皮虾 口味是辣中带着酸甜 可又不同于糖醋汁 这种微酸微甜的感觉 就好像吃了荔枝一样 入口鲜酸厚甜 这就是传说中的公保荔枝口 酱汁里都有啥 那您可记好了 首先咱们要加入盐 这是底味 底味 盐 盐不要多 两克左右 大家这会儿可以瞪大眼睛看 紧跟着咱们这里边就是白糖 白糖说多一点 白糖基本上是十克左右 白糖就是荔枝口里的甜 接下来呀少不了的还有 醋 酱油 老抽 淀粉 关键点来了 除了这些呀 还有黄酒和蜂蜜 按照比例调匀 就能在家做出一道鲜酸厚甜 里芝口的公保菜了 切碎的面包汁剩余的 放到这个油锅里边 它有一些的微微的 泡起小泡来 嗯就可以 它不会再继续往里边吃油 这要这会儿是几成热 差不多是两成半 两成半啊 油温不能太高 就很小的小泡 对因为我们这个里边是肉皮豆 油温还不能太高 哦 所以油温的掌控特别重要 对 放进去 冷虾球 这个要稍微快一点 快一点 这个就让它在这个锅里边 它自己会翻滚 熟的地方它自然就会翻到上面来 啊这样啊 对 好那我这边呢 把它通过差不多有四分钟的这种炸 嗯 到最后稍微温度高一些 我就可以出盘 这会儿咱们要放入腰果 腰果 核桃仁 所以 公保鸡丁神马达已经弱爆了 公保龙虾球 你看咱们这个公保菜肴的这个颜色 这颜色 可以出锅了 好嘞 哎 这绝对当家菜 再来一个盖饭 公保虾球盖饭 没错 绝了 我尝尝啊 你尝尝 别客气 我们组从来都是这么大 怎么样 嗯 我尝尝荔枝的感觉啊 是不是 入口微微有一点点酸 但是很快是一种偏辣偏甜的那种口感 就能喷不耳朵 这边啊 我说多了 咱们预备一些 这边咱们预备一些辣椒 看看 红绿灯 红绿椒 放在这个菜的旁边 最后配上鲜美的小龙虾黄 好大厨的公保脆皮虾就出锅了 公保脆皮虾黄 咱们这道菜 虾 大功告成 好 谢谢好大厨 哇 辣中带酸 酸中有甜的公保脆皮虾 首先用生粉充分包裹小龙虾肉 下锅炸至金黄 再用盐 糖 醋 蜂蜜等调料调制酱汁 虾球一同入锅翻炒 酸中带辣 辣中带甜 鲜美的虾黄 更为这道菜 增添了特别的味道 下大厨的管汤龙虾球 也新鲜出炉了 不愧是金牌菜品 酥脆鲜美 汤汁丰盈 首先将鲜虾泥与马蹄碎充分融合 再将用鸡腿肉 金滑火腿 猪皮熬制的皮冻放入虾球内 包裹上面包碎 下锅炸至金黄 这就叫灌汤 它流下来了 天啊 天啊 好不好吃 好吃 我就不错 到底味道怎么样 真的 是不是 你给我夹的 来 今天谁将获得青睐 是荔枝口的公宝脆皮虾呢 还是曾称服国际评委的 鲍江龙虾球呢 我们拭目以待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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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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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证江江大厨 获得我们的食尚大厨成功 好 好 看得这么过瓶的小龙虾 看得这么过瓶的小龙虾美食 想拥有吗 别走开 广告以后我将送出我们栏目 精心为您烹制的啊 我们虚拟的小龙虾送到您家里 公宝脆皮虾 首先用生粉充分包裹小龙虾肉 下锅炸至金黄 再用盐 糖 醋 酱油 老抽 淀粉 蜂蜜调制的酱汁与虾肉一同入锅翻炒 最后下入腰果 一道酸中带辣 辣中带甜的公宝脆皮虾就完成了 灌汤龙虾球 首先将小龙虾肉泥与马蹄碎充分融合摔打上劲 再将用猪皮 金滑火腿 鸡腿肉熬制的皮洞包裹在虾球内 将吐司面包切成小丁 沾满虾球 下锅炸至金黄酥脆 取出装盘即可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时尚大转盘 那今天呢我们在时尚大转盘的舞台上 可以说是过足了炉虾的瘾了 但是让大家吃得安全 吃得放心 吃得美味 就是我们的目标 没错 我们时尚大转盘就是让您七七的获盈 没错 下周日的二十一点十七分 锁定CCTV期时尚大转盘和您 不见 不散 朋友们 再见 我们第一次见到这里 我们愿意 controller 我们愿意 看